高雄火車站上午10點多 突然跳電 手扶梯不會動 民眾當作樓梯爬 這位先生扛著腳踏車 看起來很辛苦 火車站內超商沒有燈光 電源還得打開手機的手電筒 才能夠幫客人服務 另外約台上連冷氣都停了 這些都是因為台電的電纜 突然故障 三明區部分路段停電 台鐵高雄火車站成了受災戶 有受影響的有手扶梯 還有車站的電源 還有東車的能氣 都有受到影響 班次的話列車運氣是正常 除了火車站三明區的熱格一街 像是這一間餐飲店因為停電 廚房內伸手不見五指 根本沒辦法做生意 不少老闆怨聲載道 因為我們是早午餐店 那早上是我們用餐的高峰期 當時是全店客滿的狀況下 那大概10點出的時候 突然就停電一片黑 然後變成我們有正在接待的客人 他的餐期沒辦法如期出 然後變成我們只能退廢一個客人 很麻煩我們整個早上樂和街這邊 是算商業區嘛 那大家要做生意假日啊 整個停電我整個客人都是 前面的訂單都沒了啊 台電表示因為電纜故障 導致1621戶停電 從上午10點多陸陸續續 一直到12點10分恢復供電 這一次的突然跳電 讓不少菜飲業者老闆 謀受損失 差點生意就做不了 三立新聞張誠如何晨峰高雄報導 五名公交通 小kins 辱葫金 辱坡